厨房里头一共有两个灶台 许念念之前在县城里买了口煮饭的锅 刚好两用 还好她之前足足打了两桶吸水出来 用吸水把米淘干净 加了吸水在锅里面煮 撸起袖子就开始做牛肉酱 做牛肉酱需要有牛油 牛肉 花椒粉 葱姜蒜 香菇 以及各种标准配料 许念念看过食谱 早已经将食谱的内容记在脑子里了 香菇清洗干净 先切成片 再切成丁 泡在吸水里 去除杂质 她有条不紊地坐着 许念念刀工很好 切香菇的时候不仅速度快 还基本都切成一样的厚度 只听见刀在砧板上 发出了连续不断的声音 很快就切好了 金玉看着她又白又细的手指 不禁入了迷 心道 手真好看 白皙修长 让她忍不住想捏一捏 牛肉 牛肉直接被许念念 剁成了肉酱 剁肉酱之前 许念念把牛肉放在吸水里 泡了十分钟左右 一切需要的配料准备齐全 许念念开始烧锅放油 先把牛油放进锅里 煮成液体状态 牛油的味道很香 刚一化开 就闻到那股香浓的味道 油被烧热了之后 许念念把葱姜蒜八角丢进锅里 爆出了香味 这个牛油酱 许念念打算用来做开店的主配料 因为考虑到 有些人不喜欢吃这些东西 把味道爆出来之后 许念念直接用漏勺 把炸干的葱姜蒜都捞出来 牛油里面夹杂着这样的味道 别提多诱人了 之后又把香菇和剁成肉末的牛肉 放进锅里爆炒 为了把香菇的鲜嫩杂揉在牛肉里头 许念念没有分先后顺序 直接一起炒了 而且这样做出来 香菇的味道会更香 牛肉和香菇都炒成金黄色之后 许念念再把准备好的辣椒面撒进去 牛油酱最主要的就是辣椒够多 辣椒倒进去之后 把里面的牛肉和香菇丁染得通红 泛着红光 炒得差不多之后 许念念才把基础调料 盐和花椒粉撒进去 完成这些后 又放了一碗吸水 接下来就用盖子盖上慢慢熬 之前炒的时候 味道已经够香了 放了吸水在里面焖 那股味道更加诱人了 金玉在一旁看着 忍不住侧头看了许念念一眼 她做菜的时候心无旁骛 认真地让人着迷 足足焖了十分钟 等到饭熟之后 许念念才把锅盖掀开 刚一掀开 里面的浓香味飘散出来 锅里头还扑扑地 冒着红色小泡泡 许念念赶紧咬在大碗里放着 撒了葱花在上面 搅拌一下 给金玉盛了晚饭 米饭因为用吸水煮的 磕磕饱满 上面散发着银润的光泽 咬了两大勺牛油酱 盖在米饭上 牛油酱汁水香浓 飘香四溢 让人看了口舌生金 金玉不是好口食之人 因为职业关系 通常只要求能饱腹就行了 可是光闻着这味道 都叫人忍不住咽口水了 现在 金玉就是许念念的小白鼠 一改之前不乐意的嘴脸 她笑眯眯地端给金玉 尝尝看 鲜红的汤汁泛着红光 别说闻着这诱人的味道 光是看着都让人垂涎 金玉接过 低头刨了一口 香菇饱满弹性 牛肉香浓可口 又麻又辣的味道 让人吃了一大口 就胃口大开 合着米饭 鲜美麻辣的汤汁 一满口腔 金玉不喜欢吃甜食 如果说之前的刘月酥 算佳肴的话 这碗加了酱汤的米饭 则是人间美味 汤汁浓郁的 让金玉忍不住舔了舔舌头 一口气 吃了五碗米饭 吃到肚子都撑了 金玉的吃相 其实相当豪放 一点都不优雅 但也撑不上粗鲁 反而让人看了 食欲大增